大家好 我是华星迈奥哥 今天呢是6月13号 我深处的地方呢是全国最大的二组手机批发市场 为大家讲述呢 真实拉网行情 首先呢是11普洛256g的每版无锁上网的机器 这个机器呢 可以说是比较缺的 对比之前的价格可以说涨的是比较明显的 用的价格本来就不算太贵 三千来块 但是涨了 两百多米 对吧 像这种但凡是橙色好点 电池呢90多的都要3150米拿货 512G的呢 加150米 就基本上就是三月份的行情了 对吧 一个二组手机 三个月了 不结价 这怎么能行 是不是 所以说很多兄弟觉得这个我们华项别的这些行情啊 优势呢 就不是那么明显 这是13普洛麦克斯256g的有所卡贴全新微居火的手机 很多兄弟选这种手机呢 会选择一个什么XF的版本 为什么会选择XF版本呢 因为XF的版本呢 能够显示5G的信号 然后现在这种油锁的13系列呢 是性电信呢 是无法使用的 然后买这种油锁卡贴的13系列还是买 麦克斯更好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拿128G距离 麦克斯就比普洛呢 贵200米 所以说选择麦克斯能更好的续航更大的屏幕 这个呢 是13普洛256g的每版无锁的机器 这种充电个位数的这种手机呢 要到6700米拿货了 黑色呢 可能说就只要6500米 金色可能还会更低 像这个蓝色啊 可以说是最好看的颜色 也是最好卖的颜色 白色可能说比蓝色价格呢 还更贵50米 为什么呢 因为白色货呢 是最少的 不知道为什么 基本上 做这么久的手机呢 所有型号的手机呢 白色呢 应该是最贵的 然后呢 也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大家对于手机选择颜色呢 这个是1264的 像这种手机呢 就有明显的一个特点 什么外观呢 是有一些明显的小瑕疵 小科砰的 但是电池呢 100充电支柱比较少 对于12系列那种手机呢 充电少了手机 然后外观又找出一个比较一般的这种情况呢 是比较好找的 因为呢 脸份还是算比较新嘛 对吧 这种手机呢 只要2700米 然后就够了 当然呢 如果说正常的橙色比较好 电池这种好的可能是要到3000米以上的 这就是iPhone12的行情 iPhone12可以说 新机差价比较小 这是呢 12mini 12mini这种手机呢 可以说是最便宜的入门款支持5G的手机 像咱们拿的这些手机呢 都是演示机啊 所以说不是说正常8级的零售机 但是用起来呢 都是一样的 但这种手机基本上就是2250米拿货 城市呢 还比较优秀 然后12mini呢 有个实际上特点 128级跟256级的行情呢 对比之前的价格就差不多涨了个 啊 一百多名 而且根本就不是那么好拿货 像这种12mini 可以说是比较的少的 大类传根本就拿不到什么合适的货 然后插呢 这个红色呢 是非常亮眼的 这种六四级的橙色非常亮的 价格还能拿那个90多的 只要1300米就能拿到了 128级呢 可以说也比较便宜 只要一个1550米 所以说对于大家选择的机器呢 颜色是有严重的区分的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的真实大物行情呢 都会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呢 奥哥都会一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了兄弟们的支持